第九章 组织的结构与设计 设计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 组织内有关工作任务的正式安排 这结构通常会以组织图的方式呈现 组织设计 发展或改变组织结构 牵涉六个关键因素 专业分工 部门划分 指挥链 控制幅度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以及制式化组织的目的 1.将工作分派至特定的职位与部门 2.分派工作与责任给每个职位 3.协调组织的各项作业 4.将不同的工作整合于同一部门中 5.建立个人、团队与部门间的关系 6.建立正式的指挥系统 7.配置与部署组织资源 4.专业分工 专业分工 将工作拆解成几个步骤 由不同的人分段完成 可以提高员工的效率 但如果分工过细时 很可能产生乏味、疲惫、压力、低品质、旷工率增加 绩效降低及高流动率等问题 反而会降低工作的效率 部门划分 常见的五种部门划分方式 功能别 地理区域 产品别 程序别 客户别 功能别 部门划分 优点 效率来自于将相同专业的人 以及相同技术、知识和训练的人安排在一起 功能部门间的合作 深入的专业分工 缺点 部门间缺少沟通 对组织目标的了解有限 地理区域别 部门划分 优点 更有效率与有效能地处理各区的事物 可对特定地区提供较好的服务 缺点 功能的重复 彼此是分离的 产品别部门划分 优点 允许特定产品和服务的专业化 管理者可成为特定产业的专家 接近顾客 缺点 功能重复 对组织目标的了解有限 程序别部门划分 优点 更有效的工作流程 缺点 只适用于某些产品种类 客户别部门划分 优点 顾客的需求跟问题有专人处理 缺点 功能重复 对组织目标的了解有限 在部门划分方式上 目前有两种较受欢迎的趋势 一 越来越多企业采用客户别来划分部门 因为争取并留住顾客 是经营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 管理者让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跨功能团队 来处理很多日常的业务 指挥链 指挥链 从组织高层到基层的一条连续性的职权关系 它明确指出谁该向谁报告 权威 代表一个职位所被赋予的权利 可用来指挥下属做事 并要求下属达成任务 责任 员工有义务接受指派的工作 指挥权统一原则 员工只应对一位管理者负责 早期的管理学家 如费瑶 韦伯与泰勒等人 非常执着于指挥链 权威 责任和指挥权统一的观念 但随着时间改变 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已减低许多 如米其林公司法国杜尔工厂的管理者 用小型会议来取代由上而下的指挥链 在每天的固定时段 员工会聚集在公司一角 举行五分钟的小型会议 并根据表格及资料来找出生产瓶颈 管理者不再是老板 而是授权者 此外 资讯科技的进步也是指挥链相关的观念变得较不重要 现在的员工在很短时间内 就可取得在过去只有高阶主管才能拥有的资讯 而且不必经由向指挥链的正式管道 每位员工都可在组织内与任何其他员工沟通 控制幅度 控制幅度 管理者可以有效率与有效能的指挥员工的数目 在某种程度上 会决定组织内的层级与管理者数量 同时也会影响组织的效率 影响控制幅度的因素 员工与管理者的技能 生产程序的标准化程度 工作的特性 组织资讯系统的精确度 工作的相似性 企业文化的强度 工作的复杂性 管理者的领导风格 部署本质的相近性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中央集权 组织的决策权集中于高阶管理者 地方分权 基层管理者或员工 可以表示意见或参与较多决策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观念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员工授权 增加员工的决策权 偏向中央集权 一、稳定环境 二、相较于高阶管理者 基层管理者缺乏决策的能力与经验 三、基层管理者不愿负决策的责任 四、组织面对着企业失败的危机与风险 五、大型企业 六、公司策略的有效达成 有赖管理者出面表达其意见 偏向地方分权 一、复杂而不确定的环境 二、基层管理者有决策的能力与经验 三、基层管理者希望有决策权 四、组织文化开放而允许管理者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五、地理区域分散的企业 六、公司策略的有效达成 细于管理者的参与及弹性决策 制式化 指工作标准化 和员工遵循公司规章与程序而行事的程度 高度制式化的组织 有详细的工作说明书 明确的规范以及清楚的工作程序 制式化程度较低的公司 工作任务较无结构 员工对该如何完成工作有较大的自由度 机械式和有机式组织 机械式组织 一、高度的专业分工 二、严格的部门划分 三、清楚的指挥链 四、小的控制幅度 五、中央集权 六、高度制式化 有机式组织 一、跨功能的团队 二、跨阶层的团队 三、自由流通的资讯 四、大的控制幅度 五、地方分权 六、低度制式化 全变因素 最佳的组织结构决定于四项全变因素 组织策略 规模大小 技术能力 环境的不确定性 策略与结构 组织结构应帮助组织目标的达成 而组织目标又受组织策略影响 策略与结构应有密切的关联 组织结构对不同的组织策略会有不同效果 追求创新的公司 需要有机式组织的弹性与资讯的自由流通 追求低成本的公司 需要机械式组织的高效率稳定而严格控制 规模大小与结构 组织的大小会影响组织的结构 超过2000名员工的大型组织 会比小型组织有更多的专业分工 部门划分 中央集权 组织章程与规范 组织的成长一旦达到某种规模后 规模大小对结构的冲击就变得较小 技术与结构 组织会根据其技术水准来改变其结构 Jone Woodward E营运规模将公司分为三类 分别代表三种越来越复杂与精密的技术水准 单位生产 生产数量为单个或小批量 适合有机式结构 大量生产 每批次产量都很大的制造方式 适合机械式结构 程序生产 是技术性最高的连续性生产 适合有机式结构 技术的固定性越多 组织越标准化与机械化 采用较多非例行技术时组织较偏向有机式组织 环境不确定性和结构 在稳定而单纯的环境中机械式的结构比较有效 在动态而复杂的环境中 越需要有机式组织的弹性 传统的组织设计 简单式结构 有粗略的部门 较大的控制幅度 集权的指挥与不正式的组织设计 优点 迅速 弹性 维护成本低 责任归属明确 缺点 不适于组织成长期 完全依赖一个人会有风险 功能是结构 将相似或相关工作专长的员工归在一起的组织设计 是以功能的不同作为组织划分部门的方式 优点 专业分工的成本节省优势 规模经济 人员与设备的最少重复 依工作的相似性 将员工分组 缺点 对功能别目标的追求 可能使管理者迷失了整体的目标 各功能部门的员工 可能会对其他部门的运作毫无窒息 事业部结构 由不同的单元或事业部所组成的组织结构 每个独立单元或事业部只有少量的自主权 而由整个事业部的主管拥有大部分的决策权与经营权 负责整个事业部的绩效 优点 注重结果 部门管理者对其产品与服务负责 缺点 行动与资源的重复 会增加成本并减低效率 现代的组织设计 团队结构意义 在这种结构中 整个组织是由许多推动业务的工作群或团队所组成 优点 员工的参与度较高 且被授予较大的权利 可减少功能部门间的沟通障碍 缺点 缺乏清楚的指挥链 团队所面临的绩效压力很大 举阵是与专案是结构意义 举阵结构是从不同功能部门调集人手组成团队 但随着工作结束 这些人也会回到原来的岗位 在专案是结构中 员工则在专案间不停转换 完成一个专案后再继续其他的专案 优点 具多变性和弹性 可因应环境的改变 能较快速的决策 缺点 工作的分派较为复杂 任务与个性可能产生冲突 无将界组织意义 这种组织设计不受限于水平 垂直或公司内外界限等 包含两种类型 虚拟组织以及网络组织 优点 高度的弹性和良好的回应 可善用任何地方的人才 缺点 缺乏控制 沟通较困难 团队结构 整个组织是由许多工作群或团队所组成 没有上队下的阶层式管理 因此充分授权相当重要 在大型组织里 团队结构可以弥补功能或事业部结构的不足 让组织可以兼具官僚体制的效率 与团队结构的弹性 举阵式与专案式组织 举阵式结构 针对专案的需要 从不同功能部门中调集人手组成团队 并指派一位专案经理领导 双重指挥链 举阵式组织的成员有两个上司 功能部门经理与产品或专案经理 这两位上司都有指挥权 专案式结构 让员工在不同的专案间转换 专案组织的员工并不归属于某一正式部门 于完成一个专案后再继续其他的专案 无疆界组织 这种组织设计于消除公司垂直与水平的组织界限 并消除公司与顾客及供应商间的翻离 疆界分为两种 内部疆界 由专业分工与部门划分所造成的水平疆疆界 即将员工分为不同组织阶级的垂直疆界 外部疆界 分隔企业与其顾客 供应商和利害关系人 可用虚拟或网络的组织设计来消除疆界 虚拟组织 以少数的全职员工为核心 有工作要处理时 组织在由外部雇用短期的专业人员 网络组织 由外部厂商提供所需的产品员件或组件 而后由企业的员工来完成组装工作 让组织可以集中心力于自己所专精的整合部分 而将其他工作为由各自擅长的外部厂商处理 今日组织设计的挑战 维持员工联系 设法让分散而激动的员工维持与组织的联系 建立学习型组织 组织发展出不断学习 适应与改变的能力 员工会不断获得与分享薪知 并应用所学习的薪知与决策和工作中 学习型组织的特性 员工需要尽可能减少或去除结构与地理的疆界 来分享资讯并协调彼此的工作 让团队拥有充分的授权 能自行解决问题或决定要做哪些事 管理全球性组织 管理者在设计或改变组织结构时 可能需要将文化元素特别纳入考量